祝你早安,晚安,我是Mandy,我回来了 终于来到了这个系列的最后一支视频 关于我留学这六年学会了什么 我总结了三点,通过不同的经历学到的lesson 第一点,live in your timeline 这句话其实在第二个视频里面 也就是在讲我的工作经历中提到过 如果这是你第一次浏览我的视频的话呢 那我就简单的分享一下 我为什么花了很长时间才读完别人三年或者四年就读完的本科 我大一大二的时候是全年全读 没有在夏季做休息 但是呢,我大一第一学期读了五门课之后 我发现it's not for me 太快了,然后有很多东西发现自己听不懂 虽然当时语言班的成绩是非常非常好的 但是我真的到了上课的时候是一脸懵的状态 有一种听完之后什么都进不到脑子的那种感觉 是心里面很虚很害怕的 当时成绩都是非常非常差的 然后过完了第一学期我就觉得很混沌 第二学期我就只选了四门课开始读 四门课开始之后呢 我就渐渐地找到了自己的状态 然后接下来的每一学期我都会focus 三门课或者四门课 因为我开始有了校外的实习 就导致说每一学期修的课程比其他的同学可能都少 因为比其他同学少 因为看到其他同学就是每学期都修五六门课 我心里还是会稍微有一点点慌的 所以我每一个夏天我都没有回国 在前面两年的时候 然后前面两年读下来觉得 就是每学期三门课 然后两份兼职 就是我觉得非常非常OK的一个状态 那接下来呢 我就进入了一年的实习期 一年的实习期完了之后呢 我休学了一年 因为个人的事情 休学这一年呢 在外面找了一份全职的工作 然后做起了这个wedding planning 很多时候我都不太闲得下来 对 然后做完这一年的wedding planning之后呢 又回学校读 在学校读书的时候 后面就再也没有过只读书不工作状态了 基本上都是读三门课 然后在外面打工 读三门课 在外面打工 所以我是从2015年的9月份入学 到今年 那今年 actually是去年 应该是12月份就把考试考完了 但是我是属于6月份毕业的那一波 对 在这么多年以来呢 我能收到各种人对我的关心 无论是我的曼陀斯 还是我的父母 还是我的亲朋好友 都会有一种 你怎么还没毕业 或者他们会说的更委婉一些 就是你研究生严挤了 但其实我才大学本科 所以那个时候我自己的感觉是其实 归根结底你自己的感觉是最重要的 什么速度适合你自己是最重要的 不在于别人觉得什么适合你 因为别人不是你 有的时候我觉得大家要稍微自信一点 如果你真的觉得一学期 你handle不了四五门课 那就不要handle那么多门课 我经常听到有人说 你是不是很学霸 你是不是很厉害 但其实不是的 因为我身边有非常多非常优秀的人 他们一学期六门课 然后我遇到过一个学弟 就是accounting的 哇超牛 然后他当时是我TA的男朋友 我当时 这个故事就很搞笑 我当时在外面 full time就是卖着珠宝 然后回去要上课 我的TA比我小 就是年龄上面比我小 相当于我妹妹一样 然后他男朋友也比我小 相当于我弟弟一样 但是他们的毕业时间都比我早 就很厉害 对然后他男朋友就是属于 一学期上六到七门课那种 我当时听到我都觉得 哇太哇塞了 然后GPA还特别好 外面的实习也做得特别好 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 遇到这种非常非常优秀的人 我心里面才很坚定 我本身不是一个那么优秀的人 但是这不妨碍我追求我自己想要 也不妨碍我用我自己的速度 追求我自己想要的 就像你们看我 你们可能会觉得 Sometimes it feels so glamorous 有的时候其实我看别人也是一样的 但是呢 其实我自己心里清楚 我自己是几斤几两 所以有的时候我想告诉大家的是 真的不要太在意 别人给你规定的速度 或者别人给你设定的路程 没有人要求你在大学毕业之前 就是一定要花三年或四年多 也没有人说就是 你在外面有实习就怎么怎么样 You are not behind in life There is no timetable that we all must follow It's made up 7 billion people cannot do everything in the same order What's early, what's late compared to who Don't beat yourself up for where you are It's your schedule And everything is right on the time 其实关于学习以外呢 在我很早拍一支视频的时候 也有听到过非常非常多 就是特别感动的话 就是在我拍我早婚video的那一个视频里面 时至今日就算我已经刚刚过了我的本命年了 我还是会听到很多人说 为什么那么早结婚 是不是怀上了 对,我会发现说 就是社会对每一个人做每一个决定 都会有一个约定俗成的原因 或者说有一个构想 但其实有的时候真的不是这样的 对,我觉得大家要敢于活出自己 活出真我 第二个人生lesson我学到的就是 Everything has a price 这句话就不是说每个东西都有它自己的价格 No 我想强调的是每一件事都有它自己的代价 我在这几年里面就是深深地学到了每一件事情的代价 and也确实付出了很多代价 我先说一个就是关于职场方面付出的代价吧 第一个代价就是在我学习心理学的时候 Ideally我是想走上research这条道路的 但因为我一开始也是不够明确这一个点 加上我意识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已经是我coop完了 我就发现说原来我一开始给自己设定的那个pass是不太通的 就我以前非常非常想当教授 我真的非常非常想读PhD 就是我每每看到教授在台上讲课 我每每去他们office二听他们讲 我都会有一种就是 贵为人师的感觉 真的有一种就是它启发了我的生活 它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的感觉 我觉得如果以后我能有一股力量去改变任何人的人生轨迹 我都会觉得wow it feels so good 对所以当时我是真的很想当教授的 但是等我意识到我没有办法走上research这条道路的时候呢 我依然决然的选择了一些我喜欢做的事情 比如说当时很机缘巧合的我进入了luxury retail 这个事情是我一直都非常非常想做的 当时走进这个行业 当时有一个问题就是问自己我自己后不后悔 我当时觉得一点也不后悔 我非常开心非常非常非常快乐 就是after all it's what I want to do 但是呢就是在里面 做了那么久以来 你要发现你想再回到心理学去做一些事情呢 不是说不可能就是比较难 因为你会有很长一段时间的空窗期 that doesn't explain why you are so invested in psychology 对所以就是当我们做每一个选择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有的时候可以说是任性去做 但是我们每一个任性的选择会有一些代价 时至近日你问我 我是不是后悔我当时进了luxury retail 其实我不会 如果back to that time 我可能还是会做retail 就算我再做一次我也会这样做 但是不代表这件事是没有任何后果的 这个事是有后果的 而且我得去承担 想说这一点 不是说大家在做一些任性决定的时候 以后会后悔或怎么样 单纯就是想强调 我们做的每一个决定 它都会有一些后果在那个地方放着 这个后果可以是好的 也可以是不好的 Anyway我们都需要去承担这个后果 然后第三件事情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Nothing is perfect Don't be naive 我自己是属于一个心态比较积极和乐观的人 我normally不会去看到一件事情不好的一方面 我的性格是属于一个事情或一个人在我面前 我永远先看到的是闪光点 除非我真的是故意去找它的缺点 但是呢其实有很多事情呢 它不是完美的 而且和我们想象中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我一开始就是explore different jobs 那确实是因为我会喜欢很多很多不同的工作类型 但是实话实说啊 就是每一个工作你做到后面 你是会发现它的缺点的 有些缺点呢是你完全没有办法忍受 就是跟你性格或跟你的原则就是啪啪啪的死状 有一些弱点呢就是doesn't matter 你自己很享受 举两个就是可以compare的例子 我不知道大家的工作经历是怎么样 但是我确实在我以前不同的几份工作当中 at least有两份工作 遭遇到了强烈的PUA 在进这两份工作之前 我觉得这两份工作都是那种很好的 like这就是我的性格 我看不到它的弱点 我觉得它就是perfect 太天真太蠢了 在那个年龄阶段 然后等我进去工作之后就会发现说 哦原来是会被这样对待的 对然后有非常非常多不愉快的经历 就是they don't treat you like a person they treat you like an animal and not even animal 它不能用animal 就是treat you like a畜生那种感觉一样 对所以我在工作最崩溃的时候 这两份工作都是晚上回了家 我一个人就坐在床上 然后就难受就开始掉眼泪 我一旦进入到这个状态 我就知道说哦不对了 其实我已经开始慢慢心理上出现一些问题了 因为我学这个呀 我自己哭我还不知道我自己有问题吗 这是第一个例子 就是我确实有被PUA过 and这两份工作都不是那种表面上你会被PUA 都是那种非常非常浪漫的工作 反正如果大家有类似的经历大家应该懂的 当时我就意识到原来成年人的世界真的是这样的 原来成年人真的会搞这些有的没的 就是因为当时我在工作的时候还是大学生嘛 就是我还是抱着那种 everyone is nice everyone is cool nobody gonna hurt you intentionally 对我从来都没有想过任何人会想去做任何事情 我觉得就是尊重人啊这些就是最基本的传统美德哪会有人干出这种事儿 but事实就是他们是会干出来这种事儿的 对就是第一种工作状态 然后到了后面就是工作太多太多次见过太多太多不一样的人 不是说麻木但是就是已经心里面已经对很多东西有了一个观念就是啊 of course something gonna happen something bad gonna happen 就是你心里面有那个预期之后就比如我在做地产经济的时候呢就会有很多依旧是也不是不好 但是会让你觉得有的时候会瞬间有点crash you的那种事情发生 但是我从来在做地产经济之后没有哪件事儿是真的crash me 因为我发现我的心态就是不一样了 我知道就是这份工作担的责任 我知道这份工作会遇到的人 我知道就是这份工作会遇到很多就是徒劳无功的事儿 对所以到后面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unlike以前我会哭我会难受 然后我会想就不要再做了 现在心理状态更像是of course it gonna happen 不知道这个视频会不会对你们来说稍微有那么一点空洞 but anyway希望这个视频对你们有帮助 如果你们觉得这个视频有用的话 别忘记跟我留言点赞 那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啦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